巴基斯坦高层突然高调宣布关闭对印度的核弹窗口 这是谁给的地区,敬请关注 近期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摆到了台面上 双方在克什米尔地区多次激烈交火 印度还放出了使用核武的言论 令整个世界陷入了神经紧绷的状态 生怕一个小火花就引爆了核战 不过这回巴基斯坦也是展现了硬气的一面 强硬表示要动武,八方也不拒 甚至直接关闭了核弹窗口 据俄媒8月22号报道 巴基斯坦总理宣布,不再对印度抱有核弹可能 并强调已做好打击侵略者准备 克什米尔地区将成为巴军抵抗入侵者的第一道防线 要知道,前不久,八方还在寻找联合国的调停 并抱上了美国的大腿 希望借国际力量让印度收敛一点 为何如今反倒主动关闭了核弹窗口 需要注意的是 竞技八方第八次雄鹰联合空军演习计划全面开始 其与自己的全天后盟友在西北边陲基地开展全面演习 这也是双方的第九次联合空军演习 此次八方派出了骁龙、幻影和预警机等多型飞机参讯 全天后盟友也派出了包括歼10C、歼16、歼轰7A和预警机等多型飞机在内的庞大飞行阵容 据悉,八方对此次军演高度证实,多次强调这是重型多用途战机 歼16首次向八空军战士 体现了盟友之间的坚定支持和绝对信任 因此不少分析认为或许正是因为全天后盟友的有力支持 给了八方关闭核弹窗口的底气 另外,提到歼16就不得不说苏30 众所周知,两者的设计思路和作战定位十分相似 而目前,某自诩为南亚霸主的国家 其空军主力战机就是苏30的出口版苏30MKI 从这方面来看,演练与剑16的作战就等同于模拟跟苏30MKI交手 也能让八空军有所经验和准备 必须指出的是,双方举行联合军演是正常的军事合作行为 而且双方都强调此次军演不针对第三方 但就目前硬巴的紧张态势来看 恐怕薰德里免不了作力难安